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 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 十分不易 臣之为坚 我们也付出巨大代价 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 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 但生命至上 这是必须承受 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